似乎真的就像各界预期的政治因素反映两天就差不多了 台股今天大涨百点成交量也扩大到千亿元以上 接下来盘市又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先热胜头顾李秀丽分析师告诉大家 分析台股前两天相当弱势 还好今天定金双雄都回来了 结束顺利攻回9000一并且离9200不远了 一眼的观察大盘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的确就像这个大盘就像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政治因素其实反映的是非常的短暂 不过就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大家看到 指数压低之后的跌升反弹靠的是电子股 那金融股在第一天没什么在帮忙 以指标型的富方金为例 大盘是留一个下影线 但是富方金的股价却留了一个反向的上影线 让大家对整个金融股的后市有比较大的质疑 所以整个礼拜二的盘式就没有办法延续 这样的一个气氛 但所幸礼拜三整个金融股来帮忙 电子金融让整个大盘一举突破了半年线 那能够出现罕见的电金 传产纷纷的上扬 而且带量上涨的格局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大涨140点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部分常常都是没有伴随着量能 那主要还是因为大户条款的部分 那我们当然也同时间看到 大户条款或许还没有尘埃若定 但是12月份看到外资的这个持续的净贿入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大盘 有看到买盘追加意愿增温的主要指标 那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成交量带动的一些族群里面 除了全职股电子金融之外 还有看到OTC 其实昨天的OTC就已经比大盘来得强劲 似乎也预告了OTC的一些中小型个股 成为盘面上关注的指标